就在弯道中间发生车祸 大货车停在路中央 只是他的左侧卡着一辆亮橘色的车 会引起大家关注 因为这辆车没车顶 是奥地利车厂KTM推出的敞篷跑车 宛如大型卡丁车 是不少玩家的梦幻车款 车主上周独自一人进行环岛 偏偏17号从台东出发往花莲后遇上车祸 因为对方的货车转弯的时候 他的车头其实已经直线吃到我的 就是对象车道 然后看到他的时候 我有先往右转 然后往右转之后 他的后前轮的那个铁片 就勾到我车子的左前轮 所以我整个车子就被他带过去 就在18号上11点多 他行进中横公路台八线133公里处 正准备进到右湾 结果大货车迎面而来 疑似吃对象跨越双黄线 闪都闪避不及 直接撞上他的侧边保险桿 幸好双方车速都不快 没酿成人员伤亡 其实他第一件事情是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会散远一点 我旁边是山壁 我一散过去 我的右轮假如说吃到里面 那就换我去撞山壁了 20吨以上的货车 其实是不可以在太鲁阁的 这个道路上面行驶 除非他们有去专门的去做申请 警方接获通报赶到现场 诚信大货车驾驶确实有申请 才入山没问题 只是赵泽恐怕得要好好理清 安先生所驾驶的这辆 KTM Crossball 是进口贸易商自行引进 全台大约10辆 碍于法规 他的这款无法挂牌 只能挂试车牌 唯一能挂的是GT版本 全台一辆已有车主正式上路 只是爱车想维修 就得向原厂订购零件 费用恐怕百万起跳 TVB的新闻高中 谢罗伯伦发电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